感谢天师的 上一个月我们跟前贤分享了 《清静经》这三个字的意思 以及它的由来 实际上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 整个《清静经》的经文 刚刚我们黄讲师提到了 认为后学讲词穷有一点客气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客气为何物 我都讲我心里的真实想法 其实讲经典 它通常不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 你要讲人言听 它一定要用到三年三十多堂 三十多天的时间 未必 可是因为我们讲课的时候 它要加上这一句经文 它所带给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个启示 要不然就会变成单纯的在解释 经文的含义 于是听课的人 他不太能够受益 那我所谓的词穷就是 这二十多年来讲了这么多的课 很多属于我个人的例子 我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我所有负面的东西 完完全全胎在阳光下 你们都已经看得够多了 那托天之幸这些年来 道理研习了一段时间 所以回光反照的功夫有在增强 在重蹈覆测 犯相同错误的机会 确确实实有显著一个减少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新鲜的事 可以跟前嫌门再分享 我所谓的词穷是属于这一个区块 我心里是一直很希望 能够找一两位相当有心学到的人 我把我所懂的经典的内涵 就把这部经的意思 它整个的一个字一句话 把它解释清楚 我不需要加很多 我个人生活上的东西去做印证 我只要告诉你这部经 它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去触类旁通 用在你的生活上去发展出 你这套讲经说法的一个内容 当然你一定要把经文弄清楚 你才不会张冠礼贷 牛头对不上马嘴 我真正想做的是这样子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 他都很乐意去研究经典 不是 那如果不乐意 你硬要去灌到他的身上 对他来说 他没有感谢之心 他还会容易激成 激发出一个怨恨的感觉 我自己这些年来 我在看我自己的内战 我是完完全全 能够体会出 三教圣人所说的 理不明 道难修 我们对于真理 研究的不够剔透 我们的智慧就不能开展出来 我们智慧不能开展出来 就像屋子里面 漆黑一片 你就不知道哪一个东西 摆放的位置是在哪里 所以稍有不留神 你就有可能撞了一个 头破血流 意思是说 我本有的智慧没有开 我即便有心学到 我却不知道 我六万多年来 罪过错 资深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我犯错 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境 带动什么样的心念 而去触发出什么样的行为 去承受那个果报 这一个脉络我不清楚 我又如何能够去灭无名 去显发我本有的智慧 都没有办法 而当我们意理如果积的越够的时候 那个反照的力量 它之强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昨天去外地讲课 我回来的路上的时候 要睡觉之前我就知道 我用一个最不美好的事情 把我昨天一天画上一个据点 因为我在跟人沟通的时候 讲出了一句 我不应该说的话 可能听的人没有觉察到 可是我自己就隐约觉得有点不安 回去细细的去分析发觉错了 错在哪里 错在修道人时时刻刻 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心得 心得如果纯净 嘴巴就不会照过 那什么叫做心得 你不论何时何地任何情境 你去维护别人 也就是你的动机是站在维护别人 而不是要过于去强遍自己的清白 于是你这样去想 我们一天24小时 各位前行 有多少的心念是落在 要维护我自己 而不是站在去照顾别人 所以忏悔完以后再用崭新的面目去迎接一天 你每一天去省思自己的罪过错 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会将错误降到最低 因为才被你整理过一次 而如果有一天时间 我们疏于自我反省 很容易固态会附谋 所以您可以了解 孔夫子曾讲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正的原因在于哪里 在于不读圣贤的义礼 就无法去观照自己信念的隐为 于是习性秉性 会在不由自主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四肢百害行诸于外 而自己油然不自觉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 已经觉得什么 觉得这一个人的修为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进入到 清静经的经文解说的时候 我尽可能把我在意经上看到的东西 用文字把它铺陈出来 方便你们将来在review 在复习的时候 你们有一个很完整的文字档 知道它的来龙去末 但是将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前写一定要注意 一个好的讲师 他出来的powerpoint 他不应该密密麻麻的 他应该言简意该的 那大部分的心得是透过我们的记忆 然后由我们的嘴巴是传输出来的 而不是别人只能够急于要看你的经文的东西 你的这个注解有没有都来不及听你讲的话 真正的杰出的讲师要做到这一点 那我之所以会用另外一个模式去表达是因为想把一些资料留给你们 因为一些知乎折也的东西 用嘴巴说出来很容易 但是没有读过的人 他去揣摩各种的意思 他就很难去理解了 这是后学的动机 那你们不要去模仿 这些的东西 为什么 这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做法 真正的powerpoint应该这样子 简单 经文是一定要投给你们看的 因为方便你们不要一直低头嘛 我们先看第一章 把这个清净经分为十几章 是依着我们院长大人 他在讲解清净经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个切割 方便我们去了解他的一个脉络 可是我们尽管你这样的一个次第在研读 在整体的思维的模式上面 你一定要有一个起承转折 千万不要讲哪一个章节 前面后面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虽然我是用院长大人注解的清净经 作为整理这一部书的主要的版本 但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内容 未必依着院打大人所说 我还是用古德所翻译的东西 去做一个补充 因为他会显得比较符合在三教圣的义理之上 不会太过于稀释 因为院长大人东西为了方便我们阅读 所以他白话很多 或者又用了一些比较浓缩的东西 方便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 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涵在内 先来看第一章 第一章就整体来讲就是这一句话 这就是第一章 我把这个无形无情无名 给他用红色的字标出来 这要强调这一章完全在谈大道的本体 所以我们在读清净经的时候 你去回想过去我们曾经研究过的道德经 道德经里面的第一单元 是不是也在谈大道的本体 所以道德经的整个阐述的一个次第 其实跟清净经没有很大的差别 只不过是清净经的字数很少 所以他不能够把这个道的用 放在家国天下里面去做表达 他只是单纯谈到了我们个人的修身 可是道德经就谈到了一个治国之道 对不对 一个平天下之道 但是不论治国平天下 你拉回来的时候一定源自于 我们自己本身要先修身 所以有德是有其人嘛 你希望能够扬名立万 你希望能够造福万民 你自己本身先要陪德 这个陪德的功夫我们都知道是内圣 如果以所谓的义经里面讲 说钱挂的士德 元亨利争 他就落在利争两个区块 利争什么 利争如果有四季来讲 他是秋冬 秋冬就是收敛 对不对 那元亨代表春秋 春秋就是万物欣欣向荣 以我们一天来讲 白天叫做元亨 晚上叫做利争 那你有晚上的一个所谓的修养生息 你才有第二天的 那种所谓的活动的元气 所以你不论看天地的一个运作 放在我们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作息 各位前贤 天地是元亨利争 就人道而言落到我们后天 他都没有离开人道 人道必先利争而后元亨 这就是我们在谈 你要透过修养 先有内圣的功夫 明明德之后 你才能够往外去清清跟新民 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所以一再地跟各位前贤们分享 你没有修道 你就不要讲半道两个字 因为你办的绝对不是道 你办的是你自己私人情绪的一个作用 是你个人主观意识的一个抒发而已 他跟上天功心一片的大道 毫不相干的 所以各教的色人都告诉我们 你要达本还原 第一个步骤 一定先内修啊 你内修然后往外 才能够行足以外去感动别人 去带动别人一体同风再修 所以这个无形无情无名 谈的就是大道的本体 那接过来 我们再来把它细分 这是整个第一章的一个总要 他虽无形无情无名 但是他所产生的作用 却无远活见 然后巨细敏移 大至天地 小至阴阳二气 日月的运转 乃至于动之非浅万物的生长 都没有离开这个道 这就是有出自于无的意思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大道的本体 老子说 要无形 就无状 无状何来的名 对不对 那无名可讲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强明月道 给他附上一个名称 称之为道 连这个道 这一个字都是多余的 因为就道而言 他本来就是无形无情兼无名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无形无情无名 他细节出来的意思在于哪里 这也是你讲经典的一个方法 先把大干做简介 然后我们再细节 老去约大道无形 生于天地 于是我们回过头来 当初我们刚进道场的时候 前辈子说 我们今天求的是先天大道 对不对 什么叫先天 先天地而有 先天地而有 天地他有生 他就有灭嘛 那天地是从道的一的一个作用 分化出来的 那有生一定有灭 那到道的话 他无形无状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 也就没有一个灭的 一个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 所以谈到先天既是无形 所以先天无一物 道德经讲 一片馄饨 是不是 馄饨知道吗 不是编世 不要打他当成那个编世 这是馄饨 就是完完全全 朦朦朦朦朦 没有任何一物在里面 可是当这个无极生太极 太极是无极的一个用 对不对 太极仪气的作用 它是纯阳之气 纯阳之气 可是当它有了作用以后 这个作用 它有分阴跟阳 这个阴跟阳就是阳属动 阴属静而已 代表作用的不同而已 并没有好与坏的分别 所以有了阴阳之后 就有了天 就有了地 那升天升地以后 才有什么 我们讲万物是天生地养的嘛 所以这是整个宇宙 它的一个形成的次第 那有生就有灭 所以生是死 灭就是一个中化 所以从前面 这边是无形 大到无形 到后面有没有 就有形了 你抬头看看有天 你低头看看 脚下踩了一片地 是不是 这是从无到有的一个次第 那这个地方 跟各位前嫌 补充一些科学的知识 这科学的知识 为什么放在这里 因为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它有谈到了 整个宇宙的一个行程 那我特别用科学的资料去讲 是说这一些的资料 跟27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所叙述 整个宇宙形成的脉络是一样的 然后佛陀讲出了很多现在科学家没有印证出来的东西 但是佛陀已经先说的摆在那边了 那已经被印证出来的就是这些 整个宇宙有没有 它是从一个大爆炸开始 整个宇宙没有 不是只有一个太阳的恒星 我们应该清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只拉到跟我们有关的 这一个小小的恒星系里面来讲 太阳是在大爆炸之后 在那个爆炸地方 很多的星云所聚集的物质而形成的 所以它是一个恒星 当它聚集而成以后 它就变成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然后地球月球是怎么来 是这个太阳 它自己崩裂出去的碎片 它就形成了地球跟月亮 所以太阳有吸力 那地球月球 从太阳的碎片奔出来以后 它就绕着这个什么 绕着这个太阳在运转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转 然后地球本身也有转动叫做自转 才会有年月日时的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那在这个运转的过程里面 各位先去理解一个情况 那当初我们的地球 刚从太阳崩裂出来的时候 它呈现什么情况 炙热 太阳是热的 对不对 太阳是一个火球 所以最早的地球的表面 是一个大火球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火球 经过数亿年的一个演变以后 有没有 它冷却了 冷却就变成什么 变成整片的都是冰洋 冰冻的状态 那冰洞的状态又怎么形成了高山和海的一个由来 它又回到了最原始的时候 地球是太阳崩裂出来 它外表是冷却了 它的内在是不是还有炙热的火在那边 它的地壳的一段的不断的变动的时候 它又喷发出从地球的本身 喷发出了很多的什么 地球核心的岩浆 然后就形成外面的整个地球的一个 所谓的大气层 然后有这些的变动 就有高山的隆起 就有地面的下陷 然后渐渐的有没有 这些的冰层开始溶解 它就地球成为一片荒洋大海 因为高山的浮起 地层的低限 所以浮起的地面 它就成为可以立足的地方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知道的资讯是 地球上的海洋水的面积 占了什么 占了十分之七 所以早期在一些的外太空照的地球的照片 是很美的 一片蓝蓝的 何其不幸 现在又变成一个大火球了 有没有 最近又照了外太空的照片 整个地球是炙热的 整个是火红色的 因为有地震啊 有火山啊 有森林大火有没有 在世界各国层出不穷 结果就看到 整个外太空 卫星照射出来的画面 地球是一片赤红的 又要回到最原始的情况 所以各位前 这就是整个我们地球有没有 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赤地 从火球到冰冻 然后到溶解 成为适合我们居住的 所以地球最早的生命 它是从水里面产生的原因是这里 然后因为我们的不爱惜地球 有没有 烂肯烂乏 早晚地球又变成一个火球 会像金星一样 温度很高 根本不适合人居啊 这个是 昨天晚上 恶性看科学知识补充来的 所以很快讲完我会忘掉的 只是要问各位前前去 印证这个东西 本来想放一些图片 可是 电脑的操纵 未尽如意 还有待别人在教导我 所以每个人都有长处 每个人都有短处 把自己的短处给他加强 对不对 把你的长处跟人家分享 这就是你在做人学到过程里面 要去涵养的一个德性嘛 也不吝啬 也不要太自傲 那我们近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也就是黑洞理论的发明者 这个人的地位 在科学界的地位 可以比你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们都耳熟能详 虽然他讲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很清楚 他曾经预言 他在今年2018年3月 他降落西归 他讲过 在数年前他讲过 地球的人类 如果在依着现状 无休止的这样子的发展下去 不出200年 地球就毁灭 他所谓的毁灭 就是人类会带来灭绝的一个可能性 到他今年要临终的时候 他改变了 他说没办法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球在放纵这两种行为存在 地球适合人类居住的寿命不到100年 不到100年 各位前贤 你还能传几代 无独有偶 后学过去在研究讯文的时候 曾经看过一篇季工老师的讯文 他里面描述了地球各个国家 未来的一个惨状 就是他的灾难 然后他地表的一些的 自然生态环境的迫害 然后人类的那些 惨绝人寰会灭绝的情态 我曾经看过这篇讯文 然后当时寄工老师曾讲 有一些人 他是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惨状 这是很久 大概30多年前的讯文 2、30年前 现在一个科学家告诉你 2018年他讲的 那两种情况 我们再看这两种情况 不是现在不断的在往那边去运作 第一个 自然资源过度消耗 这个过度消耗 就是我们烂肯烂法 我们开发了很多的土地 要供人类居住 大部分我们不需要那些土地的 那土地是拿来做什么 炒作的 对不对 你看你看台湾的房子 不要讲别的 光外面 晚上多少是席灯号 对不对 从这边高速公路下去 多少新开发区域 他根本没人住 那没人住 为什么这么多的建筑 当初就变成要促进经济的活动 他烂肯出来的 烂肯出来之后 那经济稍微萧条一下 他就变成空污率了 过去我们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好 结果现在狡兔不止三窟啊 五窟十窟啊 把一大堆闲置的资产等待到他增值 所以烂肯烂法 把地表很多的森林层面给破坏掉 然后就会造成温室的效应 然后他这种负面的一个加成效果 就造成了什么 我们讲北极的那种冰层融化 太阳光不能折射 于是会加深了他融化的速度 这个融化又会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 温度就上升 海平面在退缩 在上升 他的海水在上升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北部没感觉 我们南部泡在水里面了 泡到第四天了 还有很多地方没消退的 然后据说今天晚上 又连下四五天的雨 所以各位前嫌 这就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灾难现前 那南部之所以会这样子 是因为养殖余业 养殖业太多了 抽地下水 所以都有他的前因 所以换句话说 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幸的事情 你不要一昧的往外面去怪别人 老天无情 别人对我不好 你要想一想 这件事情我会碰到 我有没有应该要去承担的责任啊 然后第二个事情 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慧的过度的开发 我早上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人工智慧 说以后可能 什么画家作家音乐家都不要了 用少部分的机器人 可以取代大部分人类的工作 现在已经有这个征兆 有很多的关灯工厂用机器人操作 他也不要健保 他也不要周休二日 对不对 他也不要冷气 也不要什么 也不要开灯 他按照一定的动作 有没有 他就去执行了 现在这种关灯工厂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出众的工作大家不想做了 所以他就因应大家 那甚至现在已经研发出什么 把那个电脑里面人工智慧 比如输上去的八万幅的古今中外所有的名画 然后按下一个key 输入你要的是我要一副依着这些画 你创造出新画来 而这个被创造出来的话 拿到市场去拍面 居然卖到一万六千美金 将近五十万台币 然后你把所有的流行歌曲输送进去 然后把你所需要的 我需要什么样哀伤的歌曲呀 或者是振奋的歌曲有没有 请你把我谱出一首曲子来 很快就出来了 他还需要作曲家吗 他不需要 现在已经人工智慧研发成这样子 然后最可怕的是 他们给他灌输了一种软体 可以让他自己不断的在进化 各位前天不是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吗 叫做人民公敌 其实谈的就是机器人的问题吗 后来机器人不是变成什么 变成地球人类的主导者 我告诉你 我四十年前的时候 读着文哉 我看过一本英文书 早期的英文程度还不错 它里面谈的就是 机器人有没有 统治了整个世界 四十年前我就看过这么一本英文书 原著就是谈这样子 然后谈到就是最后面人类不断的 把那个智慧让那些的机器 它本身什么 本身在不断的成长 它甚至懂得人类要去灭它 它要怎么去保护它 保护自己 那各位前贤 现在不是也看到了这个趋势吗 实际上霍金它不反对人工智慧 它说人工智慧可以带给我们很多便利 但是你过度的滥用 它最后会带来人类的一个灭绝 这就很可怕 偏偏这两样的情况 各位前前 到现在没有完全 歇指的一个情形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 很不好听的话 借用霍金这位知名的物理学家的话 而言 地球只剩一百年了 请问你 你要做什么 哎呀赶快给我孩子建一个山洞 让它在堡垒里面 可以没有问题吗 我把它放出来是告诉你 地球当初的整个宇宙的行程是怎样 那我们人类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一手把这个地球给毁掉 于是我们再拉回来看 这个天地自无一气动 而有阴阳二气的作用 对不对 有阴阳二气 氢气上升为天 浊气下降为地 所以天地是从道所出来的 变化出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说天命之为信 人胜天生地养 那讲天地从道所生 那人也就是道的一个分化出来 所以过去常讲 行上为道 行下为气 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因为我们后面很多人把它解错了 把它跟哲学摆在一起了 行上为道 行上就是无形的 那个称之为道 行下就是有形的 那个就称之为气 所以我们有一句圣人讲 君子不气 就是一个真正有学有修养的人 你不要把你的功能定位成一种啊 一个茶杯可以拿来刷牙漱口 也可以泡咖啡泡茶 如果他是铁杯还可以拿来煮饭煮面呢 是不是 他功能很多的 那我作为一个学到的人 你怎么就把你的一个功能 定位成一种呢 所以我们要学佛菩萨 有千百余化身嘛 那我们化身也很多 但是在每一个化身 都是基于我师 所出来的那种贪婪无度 的那一副的嘴脸啊 所以不论行而上 无形的道 或来到后天 的那些的气世界 各位前前 他都是由道所创生的 叫做一以贯之啊 所以先天后天 所有人事物 最后的归处就是什么 就是道 所以万物皆备于我 你我跟万物 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来处是一 只是你我身上 所禀的那个 万物赋因爆扬 充气以为何 那一点的充气 那一点的灵光 我们人身上俱全 所以我们可以发挥 很多的作用 而其他的动质非浅 叫做偏气 心里事宜不是有出现 这一句话吗 那在老子的 清静经里面 义经里面 也解释出了 这句话来 所以我们 借由这一句话 每一段经文 你要拉回到 我的身上 这就是我讲 慈穷的一个原因 没有例子可举了 我们讲经典 只是跟人家解说 那个经文的意思 那就变成真正的 在文字上的 一个探勘了 我们是希望 借由这段经文 让我们深发出 某一种的感慨 会激发我们的道心 让我们能够 气恶向善 那万物既然都是来自于道 你我身上也有道 那这个道的最源头的时候 是无形无相 所以你我修道 一定要离形离相 所以金刚经叫我们 不住相 对不对 你不住相 你就没有贪嗔吃慢鱼 不会有那种 负面情绪的一个展现 所以后面会讲 大到无情 所以人如果住相 你想要贪名求利 你还希望跟道何而为一 要达本还原 所以各位罪 做梦 不可能 所以古德有一句话 他说家鸡有食 贪国济 也贺无良 任高飞 如果你贪恋 人世间的这些的名利 以拥有这些东西 而洋洋自得 就如同那个 一般人家里面 豢养的鸡一样 他不要凡三餐 可是他最终的结果就是 被人家炖成人参鸡来吃了 那个野鹤药为什么 他没有过多的一个 粮食的储存 可是他能够飘飘的 飞在天空之上 来去自由的 所以若向迎头求为利 此生焉能得逍遥 所以年纪大了 你人生该切割的时候 该转变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贪恋 那一点点的钱了 如果你还要不断的 去追求这些 眼前的这些微薄的利益 各位前贤 此生焉能得逍遥 所以三教圣 不就是叫我们不住相吗 然后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这个无情 情是什么 情是后天的一个作用 所以情字有两个解释 他无情他就无为 他不会刻意的一个造作 我们就是情多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 人心的一个造作 所以我们希望人家夸我们 有圣贤的资质 我们看到人多的时候 大庭广众 我们就刻意的收缩自己的言论 自己的行为 要博得一个美名 对不对 过去在年轻的时候 小公鸡小母鸡 要去诱惑异性的吸引力的时候 他在他喜欢的小公鸡小母鸡的前面 他就会特别的装模作样 为什么 去吸引人家的一个眼光的一个停留 所以这个都是后天的情字的一个作用 而先天大道没有这个 因为他没有一切本其自然 因为他没有 所以他无私 所以运行日月 这个日月不是只有讲太阳跟月亮 太阳代表阳气 月亮代表阴气 阴阳二气的一个运转 交感才有万物动直 非浅的什么 一个产生嘛 所以这个是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所以我们要注意注意看 修道不是教我们吗 要无为 你要无为就前面一定要不住相 是不是 你离相你才能够无为 那你无为有没有 你就能够做到无私 所以大道的先天是无行无情 他落到后天 他有相 他有情 可是因为他的本体是无行无情 所以他以无来亦有的时候 来驾驭那个友情 他就发而皆纵结 无过于不及 因为他无私 所以中庸讲 至终和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什么叫中 喜怒哀乐 未发未至终 你的本来面目 你的那一点灵光 发而皆纵结 遇事要启用的时候 我能够处理的 恰如其分 没有过于不及所产生的后遗症 于是透过这一句话 我们再拉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 无情运行日月 所以引用道德经来讲 那个日月代表阴阳二气 所以万物复阴报阳 充气也为何 这个充气就是中气的意思 中气是什么 就是那一点灵光啊 阴阳在你我身上 我们都拉到人身上来讲 腹筋阳气 母血阴气 对不对 阴阳交合 然后天命智慧性 一点灵光入胎 这一个四肢百害 才能够产生作用 是不是 那问题是 我们来到人世间 我们接近地的机会比较多 地什么 地属阴 本来阴阳二字 没有好与坏的分别 可是落到后天 阴阳就代表了 不同的一个作用了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开始看 复阴报阳运行日月之后 讲地球的形成的次第 不要怀疑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我查出来的资料 科学家提供 哎呀想当年 念高中的生物 我都没有这么认真 各位46亿年前地球诞生 38亿年前地球还是一个冰球 到5.4亿年前山叶虫出现 这是现在的生物学家考古出来 然后2.5亿年前 哺乳类这个哺乳类跟人类没关系 整个的次第6500年前 年前的时候地球上都是一些大型的动物嘛 对不对 然后最为我们引以为戒 就是恐龙的一个灭绝 到现在的灭绝 就是它的气候的一个巨变 那气候为什么巨变 其实科学家 会不会是 彗星撞地球啊所带来的 这个到现在无考 它无考科学家无考 我也没得说 只知道这么一个大型的动物 在一瞬间的时候它不见了 那我人类比起恐龙 我们的体积更为微小 要一夕之间不见了 那也是易如反早 意大利的庞佩城 对不对 一个火山爆发 就把整个城给覆盖住了 一瞬间有没有 大家都变成火山化石了 3000万年前 猴子出现 所以猴子不是我们的祖先啊 这个观念要修正了 然后1500万年前 红毛猩猩 然后1000万年前 大猩猩 品种不一样 就像我们讲 有美国人 台湾人 日本人 亚洲人 欧洲人 700万年前 直立的人科动物 还挂上动物 它不是人 300万年前 黑猩猩 非洲南猿 2580万年前 开始人类诞生 258万年前 人类诞生 那以佛经来讲的时候 人类从哪里来 光阴天下来 因为地球经过无数次的造壳运动 陆地已经浮出来 高山距离有了 海平面后退 跑到低洼地区 所以这些的人类可以有立足之地了 要不然来就要泡在水里面 所以我们人 天不想尽的 就陆陆续续 从光阴天下来 那光阴天是修行不够完美的地方 进化不够圆满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来到人世间 因为不够圆满 可是因为曾经进化过 所以早期上古的人类 他能够什么 自信当家做主 他能够知足常乐 越跑到后面 文明越进步 你看到人类就是一部斗争史 我们被立在这个地球上面 被外面的负面的环境 影响太大了 所以里面那个阴气被带发出来 就变成自私自利了 然后1700万年前 直立人 是降生在亚洲的 这是不同的区块 所发掘出来的这些的人种的造型 然后50万年前 非洲有古智人 3.3万年前 尼安塔人 尼安德塔人 是欧洲发现的人类 4万年前是非洲的现代人 所以各位浅显 有没有注意到 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时候 各个地区都有人类 所以光阴天的天人下来 他不是聚在一个地方 他散在各个地方 可是当时没有资讯 可以互通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所以才会有基督教的圣经讲 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里面 觉得太孤单了 就一直希望上帝什么 给他派一个人 就等不到 就把自己身上的肋骨抽一根下来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女人 圣经讲 有了亚当跟夏娃 然后两个人交合 就有了下一代 佛经不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女人不是男人身上的肋骨 因为最早的人类没有男女性别 光阴天的天人怎么会有性别 那性别从哪里来的 性别是来到后天 受后天的环境污染 那个贪欲的念越强的 就进化成不是进化 退化成女人 所以我们女人 不得不去任一句话 少修五百年 佛教的经典也这样讲 我们最早中国人讲男尊女卑 卑就是因为卑在女人的修养 不如男人 我讲过去 你不要把历史移到现在 现在不一样 现在昆道应运有没有 很多的菩萨 就会视线女人身的 所以不可以同日而语 只要为女人争一口气 但是毕竟这样的女人也少 所以各位前前 大家来处是一 你以后面的一个肤色的变化 对不对 你就开始的人活的对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所以用这个提出来 是要藉由这一段话 跟大家提供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先天无情 落到后天就有情 情落在人的身上 就是喜怒哀乐 爱欲正难 所以我们看 严读的三教圣人的经典 他都告诉我们 共同的一个修行的模式 就是人如果有好怒之 喜怒之情的时候 就表示你对于外在的环境 有好物的分别 你看到喜欢的了 你就高兴 你碰到讨厌的 你就情绪有了负面的作用 而你有了负面的作用后 就有爱证的那种分别 有了爱证的分别 就有取跟舍的一个行为 于是就这一连串的一念不绝的时候 就生发出很多后面的连续不妥当的作为 所以人要常常去胜心念与隐为的原因在这里 要去小心 要小心去注意自己对境的时候 那一瞬间你所启发的念头是什么 男生看到一个窈窕女子走过去 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女生看到旁边一个什么 编W豪华轿车过去 哎呀 这就是我们安倍多好 那一念都是偏差的 那一念都是基于我思我直的 那一念如果没有你把它收射 用圣人意理去教化 回到家里看到黄脸棚你就气 怎么长这一行 看到那个赚钱比你少的你就怨 我哪够到你 你看我们夫妻的薄熙 不过都是往往都是最早的一个念头 所引发出来的 你追到那一念你会觉得好无聊 天下本来无事 怎么就弄得这么轰轰烈烈 最后孔雀都难飞了 为什么 都是星星之火造成了燎原的效果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淡化物欲 不受外境的干扰 你就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陶原明的嘛 不会五斗米折腰 才能够持官谢子 去躺阳在田野之间 享受安然自在的生活 人如果不被外物给干扰 给引诱 你就何来内在了一个情绪 所以里面的情绪 是因为外面的静的一个存在 所带动出来 所以我们在里面 没有完全做到圣心念与引违的时候 为什么持戒非礼物动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因为那个容易造成我们陷入危机的地方 我不要去 我就安然了嘛 我眼不见违境 虽然那个境不是心里面真正的干净 只是外境没有带来这种诱惑力 我就不会起这种负面的情绪 那最起码会让我们不照做罪过错嘛 那你如果没有情绪的一个起伏的话 各位前嫌就保有自信的亲近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猛然间想起前程往事 猛然间对于未来有某种冲击 你会发觉你本来非常平和的情绪 开始有了波动 对不对 如果你不赶快用圣人的意义把它拉回来 你顺着那个情绪往下去作用 它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 你要说真正的大修行者 看起来很无情啊 什么原因 因为真正体道者无情啊 体道者无情 你真正学到进入核心的人 哪来那么多的喜怒哀乐爱欲症 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 所以有理能够走遍天下 无理寸便难行 我里面如果没有到的时候 我很容易为外在环境迁移说错做错的事情 说错做错就会承受那个后果嘛 所以接着我们来谈大道无明 从无情无情运行日月阳的一个交感 就有了万物的一个生成 所以才讲掌养万物 所以是整个宇宙万有生发的一个次第啊 这几句话就把整个宇宙形成的次第讲出来了 所以大道无明长有万物 大道无形无形无状 他当然就没有明 可是他的作用可以去运行日月 可以去什么 去生养万物 等有了万物以后 他就有形了 有形就有明了 对不对 所以大圣起信论讲 无明不觉升三系 境界为原长六出的六出像 你要灭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名字像 有一个直取像 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看到 光听到名字 就会产生一些的作用 类言经说嘛 你还没有吃到酸梅 可是当你口干舌照 听到别人告诉你 远方有梅林 光听到梅林两个字 还没看到梅在哪里哦 嘴巴就开始生发口水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明子像 所带来的什么 所带来的冲击 那就是根深蒂固了嘛 所以小孩子 一来人世间的时候 你后天环境的熏悉很重要 虽然他有遗传因素 但是你输略了 忽略了后天的一个 散法的熏悉 就会让他先天带来的 不良的东西会变本加厉 因为又加上 后天的一个污染 是我们让孩子去着明着行着力 让他在这个相界里面跳不出来了 所以物应有相 有了行就有明 所以天地 确立之后 日月三合动之飞浅 物以类聚 各有其类 各有其名 所以称有生物 就会有非生物 对不对 称动物就有不动的植物 称友情就有无情 落到先天本来是无明 所以是绝对 落到后天是相对的 它就会对应出来 所以这个 这就是谈到了这一段话 于是从这段话里面 我们把什么 把前面的大道的本体介绍 做一个总结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一贯到长讲的三界 礼器相三界 它的形成的次第 从无到有 对不对 那从无到有 在易经上面 圣人告诉我们 你落到后天的时候 各位前要去注意 我们怎么样 在后天的环境里面 要去修行 去改变命运 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那种 所谓的警觉性 这个就跟 王凤一言行录里面提到的 修道人要懂得达天时 你要看整个外在天气的变化 你要适时的调整你的脚步 你一早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步履满山 慢慢的行动 因为你还有24小时 可以供你挥霍 对不对 可是当你日落西山 接近黄昏 你走在半山腰的时候 你要不要快速的下山啊 否则等到太阳西下的时候 你外面没有灯光的照明 你下山不是增加了很多的风险吗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先有气数而后生相 阴阳二气的交感 才会有万物的一个生成 万物的生成 有形有相就会有名 这是天道 天道的次第就是礼气相 可是来到后天的时候 落到后天 各位前贤 佛陀教我们三系六出 是你从先天污染下来的次第 你要从后天打本还原 是不是从六出的最后面的两出开始灭 那老子跟孔子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他说啊 先明相来到后天之后先明相 你要了解外在现象界 这是你看得到的嘛 凡夫肉眼都看得到 你看到现在的太阳高高挂 你知道日正当中了 是不是 是很热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我出门 我要不要带把阳伞来遮阳 要不然紫外线很强 我的皮肤会受伤嘛 这是我看到现象界的变化 我知道一天当中 它是属于中午还是晚上 是不是 你到了冬天的时候 北风萧萧 你就知道你一定要什么 你要加穿衣服啊 因为物外的气温很低啊 不穿衣服什么 容易感冒嘛 这是从像里面去推到的气 气就是时间啊 气数就是时间啊 在一年来讲 春夏秋冬的四季 在一天来讲 就是白天中午晚上啊 就我人生而言 就是你现在是老年人还是胚胎啊 老年人就是刚刚我们 黄奖师讲的那句话啊 他没讲我替他说啦 在座都是60岁一甲子的 少数几位 看人家很讨厌的 就是还不到一甲子的啦 会让我们超越一甲子的人 起那个称分之心的人 我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也曾经年轻 虽然未必冒美 对不对 可是一转眼就已经老化 所以黄奖师刚刚是讲 哎呀过了一甲子以后 他有口德 他不说我没口德 我替他说来日无多啊 你看看自己的身体 过去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运动 肢体柔软 从树上跳下来有没有 一尾活龙 我以前常常从二楼跳下来啊 爬树跳下来不是自杀 哪一个人童年没有爬过高楼的 二楼算什么 对不对 从二楼跳下来三四公尺 再普通不过了 哪那么了不起 结果现在下一个台阶啊 还要扶着 把手前嫌 笑死人了 一天从二楼跳下来 毫发无伤 现在一个不留神 走在平地摔一跤 骨折了 你就知道 食不于我啊 那不同的年纪 难道你的生活的内容 不需要做不同的安排吗 于是运动要放进来 要保养吗 不不要很快就变成僵尸了 是不是 人事的次序 落到后天 人事的次序 见相下去明里 这个叫前面叫本 这个叫末 你学到的过程里面 大学不是讲吗 你不知道本末轻重 你学到就很难 避其功于一亿啊 这是把三教经典 跟你们绘在一起 一样的 所以我们学到人 从游既然叫我们 见相要明里 就是从现象界要推到什么 推到最无形的 那个大道的本体 从我们这个 腹肌母血的色身肉体 推到那一点灵光 从哪里来 对不对 从游 从墨 推到什么 推到无 推到本 所以我们来看现在的世界 走到什么环节 这是过去古德讲 看天灾 实变 就知道天意 现在不是雨都集中下吗 不是只有台湾啊 昨天一天 闹灾难的地球 不是只有台湾啊 我们现在是整体的一个 连体婴啊 所以一个地方出问题了 普遍性的都出问题 海峡的对岸 也因为下雨 暴雨来的太快 也造成人的死亡啊 不过人家的 福源广大 人口众多啊 所以就显现不出 灾难带来的那种严重性 我们的区域面积小嘛 所以某一些区域 如果受到了天灾的影响 就感觉上 好像天崩地裂一样 可是不论它大跟小 就遇到了当事者而言 那都是一个 不可磨灭的 惨痛的记忆啊 我最讨厌淹水 小的时候淹水完 就是很累啊 因为你要不断的拿扫把 去扫那个烂泥巴 我们那个童年 四周围都是稻田 所以烂泥巴 全部都浮进来 然后烂泥巴里面 还会有蛇 所以淹水完之后的结果就是 会累死你啊 大的事情做不来 小事你要做 后来念书 比较会喜欢台风 是因为台风可以放假 不要读书 可是也不能够放假 造成灾难 最好是放假完之后 它是无风无雨的 玩了一天 然后也不要打扫 台风假如果会造成灾难 我也不喜欢啊 所以我们看现在的整个的天灾 你就知道天地运作到哪里 刚刚物理学家霍金怎么讲 天地运了 所以这个叫做游象已知气数 从没而打本 我们也要看我们也要看自己 看外面的环境 看我们自己 相应气数所说成 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让你看得到 是气数所造成 不是因为有相才有气数 是因为先到了冬天 所以树叶才枯黄 对不对 不是因为树叶枯黄 才到了冬天 各位前嫌应该没错吧 不是因为我现在身体老化了 我知道我才进入中年 是你进入中年身体才开始老化 这个次第要搞清楚 对不对 所以像因为气数而生成 不是因为先有相 气数才厚道 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 你要去推 在这个事情之前 你我的心念言行举止 造作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事情发生 种下埋伏了那个 埋下了那个什么 那个阴影啊 所以这个叫以本 由本来集没 这是解释前面一段话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 人从哪里来 万物从哪里来 我们以平等心待一切万物 然后我们去复明自己的本性 你根本不要去烦恼 现象界怎么变化 因为它绝对是如理如法 五日风十日雨 风不明条 雨不破快 因为人心不变坏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我们不读圣贤书 我们就不知道 道为何物嘛 而我们现在因为人心的败坏 离到很遥远了 所以你落到后天 你要谈达本还原 你一定要从自己改习性 化比性开始做起 对不对 你要回到先天 你后天的习性比性 要不要去化 所以过一去老一辈的跟我们讲 修道就是改习性 化比性 我们说要千篇一律 听来听去怎么都一样 我就曾经说嘛 如果有人讲出不一样的 你要串利弹 因为他有问题 他背离了三教圣人的学说 所以现在天灾人祸多 风雨汗恼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出来了 植物也有变化 都是人心感召的 道在天为天理 地为地理 物为物理 事为事理 人为性理 天地物都没有问题 可是处在天地之间的 万物之灵的人类 他有问题就完蛋了 所以现在的天灾之所以多 从哪里来的 风俗败坏 够多了吧 对不对 然后逆轮背离 五轮之间 富不富 子不子 富不仁 妻不义 然后咸此败德 没有人去讲什么 讲道德理义了 讲外遇 红杏出强 很普遍啊 离婚 这什么了不起的 台湾的离婚率 已经高涨世界第一啊 后学不是讲吗 总有一个跑到第一了 只是这个第一 我们不是很喜欢 好在我们在座的都还维持着什么 不在第一的这个比例当中 这是托天之性啊 所以那人之所以做坏是什么 人心不好 人心之非啊 里面太多 积飞城市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相当篇 里面有一段 孔父子在记述 当遇到外面 三更半月 风雨雷电交加的时候 古人怎么样 起来赶快 穿衣服 正义官 坐在书桌前面 我心里想 他是吓到了吗 是不是 我们都以为他害怕吗 害怕什么 害怕屋顶被吹掉了吗 害怕烟大水来不及逃吗 结果圣人说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们是小人之心 堕君子之父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认为 所有外在环境的变化 没有离开人心 人要负责任的 所以他要负责任 他不把这个责任 推到别人的身上 他自负其责 所以古往今来的学道者 遇到天灾人祸 他是尽私己过的 他的正义官 是表示他的什么 那种庄严树木的态度 愿意负责任 所以读到这一段的 易经的解释 我才知道 相当篇 他真正的含义在哪里 因为恐夫只是 言简意该表述 他不像易经阐述的 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那问题又来了 假如只剩一百年 我们要怎么做 假如我的命不好 我要怎么去改 不要去找树流动静 不要去改名换性 那个都没有用的 那个如果有用 圣人就不要来 就派一些的姓名学家来 风水学家来就好了 甚至人这些都不用派 因为当初到创生天地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说 岂有一地不吉祥的 岂有哪一个时间不吉利的 不吉利不吉祥 是我们创造出来的 所以福地福人居嘛 所以气数虽至天地 而变为灾福 本来这样一个气数 是再自然不过 为什么这一个时节因缘 人要面对那么多的灾难 自取的 所以我们看到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只会怨天尤人 外面没有人力帮我们 却不知道一切灾难 我们自己当事者 难辞其咎啊 所以回归到后面 灾难因为人心积飞成事而成 那我反其道而行 我去陪德 我种一些善念 我做一些善行 不就可以养气一树了吗 所以养气一树就是 意其不善为善 气恶向善啊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的意思啊 那就可以意什么 意不吉祥 改变那个不吉祥而变成吉祥 这就是太上改一篇 开宗明义 老子怎么说 事到则进 非到则退嘛 吉凶祸福都是为人自招嘛 那你依行着圣人的道理去做 你何来这种招惑的危险呢 都没有 那第二章就谈到什么 谈到道的一个作用了 第一章谈体 第二个谈作用 作用先天不变 但是落到后天 阴阳二气的交感 他就有了千变万化了 我们说一天有分 早上中午晚上 但是随着太阳跟月亮 他们的一个所谓的阳气 阴气的地减跟地震 是不是又可以细分的更为仔细一点 所以落到后天是千变万化 所以道的作用是无穷无尽 有清有浊 有动有静 天清地浊 天动地静 男清女浊 男动女俊 降本流没 而生万物 这台一本上万书啦 道的作用 无所不在 无远佛界 于是我们来细解 什么叫清浊 清气上身 简单的来讲 就是阳气啊 清气上身 所以为天嘛 浊气下降 为地 所以我们看天上的所有 都处在动的状态 日月星辰都在动 对不对 所以阳气主动 阴气主静 所以地不动 所以天如果得一 则天清 地得一则宁 他不会乱动 他一乱动就是天崩地裂 不是火山爆发 就是地震 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大坑 连人带车一起滚进去 莫名其妙 这个河海就不见了 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最近很多国家 都陆续发生这个事情 很大的一个湖有庙 一瞬间不见了 湖水不见了 不是地不见 就变成一个大凹洞在里面 湖水跑到哪里去了 中国大陆发生过 其他国家也有 所以这边的轻酌动静 各位前仙 没有好坏之别 他只是道的一个作用而已 所以才讲天清地酌 天动地静 这是很简单的意思 那男轻女酌 男动女静 这个男跟女 不是指世间的男女 而是指阴阳二气 阳称之为男 所以说称男生为前道 然后称女生为昆道 对不对 所以男主阳有阳刚之气 女主阴有阴柔之气 但是并不是说男的身上只有阳气 只是尼玛一个气 占的特质比例比较多 那我女生应该什么 要有阴柔之气 可是现在聘机失诚 是不是 那男生应该要阳刚的 最后我们懦弱不能自立 这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颠倒 所以阳亲的时候 所以过去有讲一句话 男追女 隔重山 女追男隔成沙 男生都站在一个主动的过程 女生产生被动 现在当然都不一样嘛 这就是一个天地有没有 反常的一个作息 所以谈到这些男女 清拙 阴阳动静 他谈的就是一气的各种不同的作用 这也是刚刚后学跟前前面讲的 阴阳是一气 无极生太极 太极叫做一气 一气存阳之气 有了两种不同的表现 落到后天就成为相对性了 而有阴阳二气的变化 就产生了各种我们讲 动之非浅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 降本流氓而生万物 降本就是一切宇宙的万有 它的本在哪里 在于道 所以本是道 末是万有 所以一本上万书的意思 所以这个降就是什么 就是生成的意思 所以本是体 末是什么 末是用 而生万物啊 这边又是谈到理气象 所以我们人应该什么 要复明我们的本性 我们要达本还原 你的本不是在地球 你的本应该要回去在天上的 然后我们一切的用 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本体 这就是叫我们要自信当家作主 儒家说 须于不离道 二六十中 守住那个道 我们十条大院讲嘛 诚心保守 学到以前有种种错 学到以后 绝今世而着飞 要懂得气二向三 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二章 第二章因为谈用 它很容易 那把第二章给它做一个综合的整理 我们今天这堂课就结束 不要担心到十二月底讲得完吗 因为后面太简单 难就难在前面这一点而已 我补充的资料还不够多 我本来想把易经上面 跟清静经有关的这两段经文 跟你们铺陈上来 可是怕你们太累了 所以来看 天地祭奠 有了天地之后 就阴阳二气 万物就有对待 本来先天大道是绝对嘛 一是绝对 来到后天 它就变成相对 所以谈阴阳 其实它也有对待的意思存在 它有阴一定有阳 万物复阴而抱阳 只是阳多还是阴多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以始法界而言 各位前嫌 落在下面三恶道的 佛陀讲 九想一情 出生道 那个情就是阴 那个想就是阳 佛陀在认言经里面 讲出始法界的一个行程 他也谈到了阴阳二气 那我们要达本还原 来到地球后天 受我们生存环境的影响 我们吸收负面的东西很多 所以你要去掌养你的浩然正气 所以古时候我们在读经 不是有读到吗 尤其你有读七真死传 所以修道人到了夏天 冬天的时候 大雪飘飘 他不怕冷 为什么 他有纯阳之气 纯阳之气会热 所以王凤云言行 不是有一个王孝子吗 北方大雪纷飞的时候 他替他母亲守目 他们就穿一件单衣 脚上赤着脚 衣服都破了 大家都穿着大名袄 还说 他就穿着那个赤着脚 穿着一件单衣 到处走 他没有影响 为什么 他没有邪思妄念 无善养 无浩然正气 所以那个浩然正气要培养出来 就是那个习性秉性要去化 习性秉性代表我之的生前 所以说来说去 又是那么一句话 去我之 所以阴阳代表对待 有阴有阳 有生有死 所以你需要那么怕死吗 有了春天万物的新兴向荣 就必然有冬天万物的什么 一个休养生息嘛 太阳会升起 他就一定会落下嘛 他是这么一个自然的规律 你来到人世间 从一个受精卵长成这个样子 最后一定一口气不来 跟这个人世间暂时说再见 然后迎接着下一段的一个历练嘛 所以生死跟天气的变化是一样 你需要为了这个天气的变化 升起很多莫须有的情绪吗 不需要啊 所以有遗物就有一个对待 所以要离开那些名相啊 我们讲高矮胖瘦嘛 是不是 所以阴阳 在这边讲的阴阳动静 它不是只有阴阳二气 它还有隐含的对待 所以你们去看 《道德经》的第二章 第三章 就是这一篇 所以我们离开阴阳 就是离开了对待的意思了 所以刚刚有提到 善恶美丑 好坏难易 它都是一个对比所形成的 我早上刚来的时候 走入来热死了 在外面很热 进到这里面 就觉得里面比较阴凉 可是呆一阵的 又觉得它又比较热了 然后进到冷气间又觉得很凉了 所以那个热的感受度 是不是因为比较而出来的 一样啊 所以既然是比较 所以那种情绪是不可靠的 你认为这个人好 这个人坏 那是你个人的主观意识而已啊 它不代表大家共同的标准啊 所以我们在修到 一定要离开你的主观意识 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嘛 主观意识就是来自于 用我的想法 我觉得怎样是最好的嘛 我们常常觉得 自己要怎样才是最好 用这个标准 要求周到的人事物 结果达不到我们标准 最后痛苦的是谁 就是我们当事者 所以当你觉得 娶错老婆 嫁错老公 你就回想 你当初娶她的条件是什么 你要嫁她的原因在哪里 我当初嫁我先生 我是觉得这个人好欺负 老实 结婚以后就觉得 哇这个人怎么 怎么这么一点情趣都没有啊 一是一二是二 于是当你的这个负面情绪 突然就想 你当初不就是喜欢她这个老实吗 对不对 那乘几何时 你的想法变了 你要求对方也要变了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的烦恼是自取的 所以你不去淡化主观意识 你的痛苦烦恼是不会减少的 重生到死 一路上就在痛苦当中 纠结在里面 你认为痛苦是环境带给你的吗 老天对你不公平 实际上是你自己一手创造 所以从太极仪器 纯阳之气 而有阴阳两种的变化 阴阳代表动跟静 你们不是有一个吗 看天地 对不对 看这个 大道的动静 有没有 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再把它拉回来 这阴阳二气在你我的身上 它也有动静两种表现 从我们的本性而言 天赋的那点灵光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它本来没有任何的欲望染脱的 所以小孩子本来吃东西 没有什么酸甜苦辣特别的拣选 是我们把它养成的 所以北方人就把小孩子养成吃面啊 吃干饭 他就觉得饿啊 然后喝糖啊 不是喝糖 吃糖水啊 可以开水 他就没兴趣了 我从小是喝茶的 24小时家里就是茶叶茶 香片 所以我到28岁之前 我几乎没有喝白开水 所以我在喝白开水 我会呕吐啊 因为我会觉得 那个漂白的味道很浓啊 就是因为你喝茶喝习惯 那后来又把它改 改过来有没有 现在居然喝茶会让我睡不着觉 这是我过去做梦 也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的睡不着觉 也是习惯养成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 常常往你们去看 我本来的那个天父灵明的本性 没有任何染拙 他本来耗尽 耗尽就是没有 不会去贪求外面的形形色色 那为什么到后来以后 我不得安宁 睡觉睡不着 吃也吃不好 对不对 再也不是做也不是 自信不能做主了 你的情绪在抒发了 如果性情 性是体 情是用 由性而出来的情绪 喜怒哀乐 发而皆终结 它不会带给我们任何不良的后遗症 那问题是我自信不能做主了 从我什么 从我后天的人心 所起的那个情 它就有喜怒哀乐 爱欲症的这些的负面的作用 所以没有说我修道人就没有情 你没有情你怎么爱人 那个情有没有发而皆终结 适度则可 所以我们在读阴阳二气的时候 你身上也有阴阳二气 你有没有让那个阳气 能够充沛我们这一身 阳气如果充沛一身 在行住坐卧里面 他必然是寻规道局 那我们在一天24小时里面 他也有动静的区别 我们有没有拿捏的适中 适得其所 我该动的时候我要动 事情来了 要不要给我吵 我要静啊 你不知道本体好静吗 那我要访问你 你不知道本体浴室可以启用吗 是不是 这叫做实亲责亲 你责任要负齐 你要负齐 所以你养而育你 你就要有那个心理准备 生了孩子以后 你24小时不得安宁的 你不能生了以后再来怨啊 是不是 实着着着 就是你该静的时候 你该收的时候 你要收下来 你不能一天24小时 都要奔波跳跃啊 哎呀今天没有办到 我觉得好无聊 本体而言没有无聊两个字啊 所以我该静则静 我该退则退 我静退有节嘛 所以王凤言行录他讲 人落到后天最大的问题 不是他不愿意进 是他不知道事实的退 所以三教圣人教我们一句话 叫做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就是该进你要进 该退你要退啊 我们到场也讲进度挤 动度人嘛 你没事的时候收心回来 你没事的时候收心回来 修你自己 有事就往外面去起作用 收起来是收敛 收敛是为什么 等待下一次的起大用吗 这个只是给你们补充的资料啊 那人生有阴阳二气 胜为什么 胜为阳 阴为凡 所以我们要去着存清 我们要拨阴去阳 这个时候阴阳清着就有好坏之别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读经的时候 把这个清着阴阳动静 你没有前后闻去对照 你就千篇一律去解 他就容易解错 我们要如何能够拨阴取阳 要回光返照 无日三省无省 你才能够超凡入圣 这是教我们要时时刻刻做观自在 所以归根复命 归根曰静 静是什么 注意哦 这边的静 弹的是本体 静而为阴 它就没有不好 这是特别跟各位前前讲 在清静经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名词 那这些名词 你千万不要放诸四海皆准 你要看它的前后闻对照 你解说才不会什么 才不会方向走板 落到后天的阴 它会不好 在先天而言 阴跟阳只是代表一个作用而已 动跟静的差别 所以归根约静 静约复命 所以越靠近 本性的人 越靠近核心的人 他能静 他没有不耐烦 所以整天喜欢串门子的人 嘴巴不讲话 就觉得有口臭的人 四肢不动一动 就觉得闭入高框的人 严格来讲 离道都很远 还没有迈入门槛 为什么 归根约静 没事就是要收敛起来 没有整天在外面喜欢奔坡的啦 遇事才什么 该做不要舍 所以季工老师教我们 随缘消旧业 莫再照信仰 你千万不要去攀缘啊 没有你的事情 你就好好家中做 回光返照 三省无声就好 不要懒一堆的事情在身上 还以为责任负气 你照另外一层因果而不自觉 所以我们要在动心之间 拿捏得当各位前嫌 还有赖圣人很多的义礼去扎根啊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章 所带来的心得 所以时间上刚刚好 下一次再跟各位前嫌 进行到第三章的内容 感谢天然市长 谢谢各位前嫌 谢谢大家